我們把上個禮拜的重點稍微回顧一下 上個禮拜的部分回去可能還是要花一點時間 上次是第五次上,今天是第六次 然後大概幾個重點 可能要請大家確定是 你可以自己可以把它寫出來 大概幾道題目 因為基本上 我們上課主要還是以練習題為主 就是說還是以一個問題怎麼解答 那個解答我有放雲端上 不過如果你有別的寫法,你也可以在自己 其實絕對不會有唯一的答案 其實有時候地方可以改一下 像植樹判斷有沒有 其實我們有兩個版本嘛 一個版本是可能標準的寫法 會多一個變數 那個變數的話是決定說 你丟的那個數字能不能被整除 如果會被整除的話 那就去除,除就一啊 如果不會就零 那利用這個變數來做一個邏輯判斷 那當然有邏輯判斷了 有True,底下就會有一個If 如果那個的變數裡面 假設是為True 那就執行True的那個部分 那反之的話就執行Force部分 所以有的時候,當然前提就是說 因為植樹,要不就是是植樹,要不就是不是 所以是是跟不是,那就是這種兩重邏輯的話 也可以這樣寫 但是你會發現呢,如果多個變數好像比較麻煩 變成說你可能已經被整除了,直接你就光說它不是植樹嘛 那反之的話呢,就跟大家講說 就是因為你跑完回圈之後 你都沒有被整除 沒有整除的話,就是說你的餘數 那不是零 那表示說你這個數字應該就是植樹 因為反之最後 就是跳出一個植樹的 結果啦 那可是這邊有個關鍵 如果你假設你不要寫原來標準的寫法 那你要寫比較緊緊的寫法 其中有一個很關鍵的地方 就是你必須加一個Break 因為你可能 被整除不是植樹的話 可能會被好幾個數字 比如可能被三整除 可能被五整除 可能被七整除等等的 那你會得到的結果 那就 就會是 就是你必須把它中斷掉啦 不然的話它會變成一直跳那個 不是植樹,不是植樹,不是植樹,不是 如果你數字越大的話,你會啊,它一直噴噴 為什麼? 因為它回去一直跑一直跑 那理論上,要不是植樹就停下來就好 所以 會多一個Break的敘述 那所以上個禮拜的話呢 那個植樹判斷的話,當然我們有寫兩個方法 兩種的解答啦 那當然如果你假設覺得說 你有別的思考,像之前有同學說 那個判斷直樹其實不用從頭跑到跑一半就好了嘛 因為一半完之後,後面應該 理論上就不需要跑了 為什麼?因為其實會整除的話 其實跑一半,其實OK了 那當然你要如果只跑一半的話,你要怎麼寫 OK,你也可以想想看 這個我想 直樹部分的話 你那個Google查那個維基百科 其實裡面有很多種理論基礎 甚至它還有衍生的部分 這個部分呢,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可以再瞭解一下 不過我們是簡單一點,就是把這個程式寫出來 另外的話呢 再來就是自令函數部分 OK,那自令函數呢 我上個禮拜呢 有講了那個自令函數的規則 有沒有 比如說我希望呢 有兩種主要的 一種是沒有回傳值 一種是有回傳值 那如果沒有回傳值的話呢 應該怎麼改動? 那當然呢 如果你有一個自令函數的話 那變成你需要一個主程式 這個主程式就是將來要輔掉這個自令函數的 OK,那我們可能第一個就寫那個沒有回傳值 记得一定要写函数的话 第一个一定要写在这个module的最上面 你不能写下面 跟VBA不一样 VBA是可以放在下面的没关系 这规则可能要记一下 开头一定是DEF 可能是Define, Definition等等的 反正DEF开头 后面给一个它的名称 然后括弧里面就是你要带的一个参数 OK 那参数当然可以不止一个 将来可能有一个 可能有两个 可能有三个 OK 然后如果你没有回传值 就直接print 可是如果你有回传值的话 最重要的差异 其实就是一个关键证 叫做return return要写在哪里 可能要知道一下 return之后的话 你就变成说你的程式需要接 那接的话可能需要有个变数去接 return回来的结果 如果return回来是一个自创 那你就可能要产生一个自创变数 去接这个 它return回来的资料 然后最后再把它printed 或者我们也另外一个写法 就不用直接在printed直接就多出去就好了 就是不用再多一个变数 那这个程式该如何 上礼拜有讲到 所以如果假设你这个部分 假设有点不太清楚 或者甚至你自己回去写 写不太出来的话 那表示说你这部分应该还是不够熟练 那请各位回去还是要多练习 那将来 如果你要多测验 正照考试第五类 就是考你会不会写那个自创函数部分 其实你这个学会了 你第五类应该都会了 因为像502 我有举一个例子 502其实非常简单 它其实就A乘B的结果 乘7的结果printed出来 那只是说你要把A乘B 改成自创函数 那怎么改 其实就是DF 把A乘B传给X乘Y 然后之后return结果回来 有没有 上一周有讲到吧 其实层次很短很简单 但问题就是你要能够很快的反应 把这个东西写出来 才应该叫做你会写层次 OK 那基本概念一定要会 另外就是熟练 然后我想至少你学Python 你才叫做你学会了 不然的话其实很多时候 学了大概就学一期半 所以上个礼拜有提到 正照502的成绩 这一题如果回去有时间的话 不妨可以试试看 那第五类 上面其实有五题 502 504 一直到510 那这个应该没有太多时间 所以就给各位当成是延伸练习题吧 如果你有时间的话 你太多可以做了 所以你想要把Python学好了 我是觉得我自己个人的经验 还是觉得要多练习 就是会之下还要熟练 那你熟能生巧嘛 也就是说很多朋友说 老师为什么我学程式学这么久 我还是不会用 那应该你不熟吧 如果你会熟了 你自然就知道怎么变化 再来就是你要懂得 跟你的工作 跟你的生活 做一个衔接 每个人都不一样 所以每个人可能想到的点也不同 那你可能就是要去思考 有哪些地方可以去延伸的 那当然 程式这个东西不是说 你今天写明天就会了 所以有的时候可能要长期抗战 有没有 像我以前写一个程式 我写不出来 我可能一个ideal 可能是一两年之后 我才真的把它写出来的 OK,为什么? 因为那个可能太难了 而且有太多地方要解决 那怎么办? 我就把它就是写在笔记本上面 那我只要有空,我就去翻阅一些 以前比较没有网路 以前可能就是找书上也没有这方面的东西 然后就把它记下来 然后慢慢来 得记久了 我发现突然有一天 我突然可以把我要写的程式可以写出来 但是是要蛮久的时间 可能我的资质比较努顿 可能要一两年 那你们可能资质比较好的 大概一两个月吧 OK 我们一两天都写出来了 那表现你真的是很厉害了 那最后的话呢 我们上个礼拜还有讲两个比较重要 串列 那这个串列这个资料形态比较特殊 它不是放一个资料 它是放多个资料 比如说我们输入很多成绩 那你不可能说一个变 一个变数只能放一个资料 如果下一个资料怎么把它带掉 那前一个资料就不见了 所以我们需要串列 主要原因是你要放很多资料的话 那就需要串列 所以可想而知 串列这个形态呢 在Python 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也就是如果你不会串列啦 将来你要处理很多外部的资料 都会有问题 比如说档案读进来 我们上次有讲到档案读取嘛 你读进来的东西 哇糟糕 我现在给你档案你读进来 结果你不会处理 那等于你没有真的学会 所以怎么样把档案读到的东西 把它切割之后放到一个串列里面 这上面也在最后讲到的 那我是觉得 如果跟其他的程式员比较之下 我发现这个地方Python真的是蛮棒的 因为程式真的非常简短 好像只有三四行就可以把刚刚讲的事情搞定 就外部读取嘛 然后再切割 切割完之后呢 再把它twin了出来 其实OK了 那这个如果用其他的程式语言写的话 哇不得了啦 写一大堆 OK 而且还能出错 但是Python的话这部分 倒是相对的简单很多啦 那当然这次也是Python的优点 这无庸置疑的 OK 目前来看 应该没有一个程式语言能够这么简短的 OK 但如果未来有的话 可能Python又被取代掉 我再想 我这样一直跟各位强调 也许之后会不会有那种 不用写程式的 用那个听途啊 用积木式的方式 可以可以 那当然啊 目前应该是有啦 蠢蠢欲动 只是说还没发生 我们就把Python需要 那未来有新的啦 其实我觉得观念都差不多为同 你当然很快 如果你这方面观念是清楚的 你延伸另外一个应该也很快啦 OK 所以上个礼拜的重点是 打按读取之后再切割 这个第三 所以上个礼拜 我们最后是在 所以分目标底下 就是在我们的 C别底下 在我的C别底下 的这个Python的这个目录 我是放在这个目录 Python2022的这个目录 那我是按右键 新增了一个档案 文字档案 那如果我这两个档案叫 ENG.tst 里面的话我就塞了很多的 这一个顺势给他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 把这些数字读进来到Python 并且让他放在一个串列里面的话 那程式该如何撰写 其实非常简单 应该来印象吧 第一个的话呢 如果你要读取 这个其实还蛮常用到的 其实程式不多 就是这四行 这四行现在蛮经典的 以后的话 可以的话 尽量可以把它记下来 是最好 如果记不下来 你又把它放在云端上 以后稍微再看一下 至少 如果真的要遇到考试的话 那就是要背起来了 OK 所以我是建议 如果可以的话 而且未来你想要有一个 你如果不是本科系的 你如果不是本科系 但是你要让人家知道说 你有这项专场的话 我是觉得 以目前职场上来看 证照或许也是一个 蛮公正的一个参考资料 不然的话 你怎么让人家信服说 你是会写的 在这儿有一些公司 是要你秀作品 可能你要秀一些专题 你要弄一下这样子 但是其实很难说 这是不是你写的 总共像你现场写一个 他也蛮麻烦的 因为现在 要验证你是会的 这件事情 其实对HR来说 他就是一个麻烦的点 所以他有时候就是干脆的 你就拿一个东西 我觉得OK 比如说学历好了 比如说证照好了 OK 那还有什么 因为你说你秀 要不然就考试 但办一个考试节也挺麻烦的 除非你是大企业 不然你还要找命题老师 有没有 你还要找那个 就要阅见老师 那你要多少人力 因为我之前就有找我去帮忙命题 但是那个是很大的企业 他才有办法做这件事情 可是如果你是中小企业的话 怎么可能还要特别为了这个事情 还要考个试 那你说找里面主管 说他已经够忙了 你还要叫他命题 而且还要叫他改考卷 他拿那个时间 他一定觉得很麻烦 所以 倒不如你就是考个证照给他看看吧 OK 我觉得是一个简单的方法 我不是置入 也没有任何业配 你不要误会 我只是站在我觉得比较简单的方法 但你考的证照不是说你就一百分 至少你有个六十分之才有吧 因为你考试的时候是完全不能参考的 而且网路是断掉的 你又不要举手说 老师我可以连上网路 没这回事 连上网路干嘛 我要google 不是 我要到云中看老师的答案 当然不可能啦 OK 所以就是说你什么都没有 只有试卷 而且给你规定的时间内 你要把它打出来 这也是一个蛮大的挑战 OK 虽然说他的题目已经公布了 但是一类都是实题 实题你要把它全部做熟 OK 也不容易啊 如果你总共有九类有九十题的话 那你要做多久才能去参加这个考试 不过我觉得这还蛮好的 就是反正你有目标 你有范围 你也不会让仓打鸟 反正练熟就对了 你确定OK 你再去考试 这样也是蛮好的 那考试的环境就是Spider OK 所以你们应该会蛮熟悉的 你就把它打开 它就告诉你说你档案在哪里 打开做完存在哪里 然后它有一个线上 线上那个就是帮你批 那个结果的一个系统 你就传到云砖 它就会看你这个答案 你这个写的对不对 然后如果亮绿灯 表示你这一题答对了 所以你只要亮七个灯 表示你已经及格了 你就会不用再写 你会 那如果你就要满足自己的驱荣心 你会一百分 OK 它也可以一百分跟七十分都一样 OK 那今天的浪呢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就是我们其实还没讲完 我们其实是怎么样 就是把那个档案开启 所以用一个Open方法 然后去开什么 开那个档案 所以Open后面其实是带两个参数 一个参数是ENG 一个参数是它 它这个档案存取的模式 R的话就是读 那如果未来有W的话就写 OK 所以我真的要读档就是R 那存档就W 所以后面我们会练习如何存档 其实存档也蛮容易的 OK 然后再来的话 其实未来可能还有第三个参数 目前是不用的 如果你这个后面会有那个编码方式 比如说你可能会UTF 搭还是Big 5 后面可能要改一下 目前是不用 因为我们里面都是数字 数字没有差别 那底下的话就用Realize 那不过呢 因为目前只有一行 我们用Realize 可是如果未来你有很多行的话 可能你就要改成Realize 另外的话呢 如果你要全部的话 比如说你要读全部资料的话 那你就用Realize就可以了 那至于这三个有什么差别 其实后面我们会有其他的范例 我们再来看好了 那其实公公会讲一个 比较简单的一个差异点 其实第一个Realize 只能读一行 应该可以理解吧 那Realize是读多行 对应该可以理解 来加一又S吧 那可是多行的时候呢 它怎么呈现多行 这个也说 它读进来的话 就不会是读进自串 因为它有多个嘛 就它读进来的话 它会放在一个串列 在前面的变数 你可能要是一个串列的变数 不然的话它没办法放 这个可能要特别 Realize可能就是多个 多个的话 那就是一个串列的变数 那个是Read的话 读全部的话 那也是一个自串 只是说它把所有资料读进来 放进来 所以Read的话得到的结果 那就是自串 这个可能要特别注意 我觉得比较会 这个可能要注意的是Read跟Realize 两者之间最大的差别 Realize读进来会是串列 Read读进来就是自串 OK 这个可能知道大概就 后面我们还会弄到 那以这一题的话 当然比较正确的用Realize 因为只有一行 也就是说 我把这个档案 这个档案读进来之后 那它就会读到这些了 并且放在这个S的变数里面 所以我把它Read之后的话 这个资料 它就会通通放在这个S里面 然后变成一个自串 那接下来的话呢 当然因为自串它没办法做加总 也没办法做平均或者是计数 所以我们需要把它切开 那我上个一拜讲过 因为它中间是豆点 所以你可以用豆点把它分割 那那个要用豆点分割的话 很简单 你直接在这个S的变数后面 加上一个点Split 表示什么呢 表示我要切割这个自串 然后切割的方式 就是瓜葫 后面你会发现加个豆点 那意思就是说 我要把它剖析开来 有点像资料剖析 以资料里面的资料剖析 那走开来的话 特别注意 它回来的东西呢 也会变成一个串列 串列的话呢 就中瓜阿虎开头 中瓜阿虎结束 那这里的话 因为Split 它是一个自串里面的一个方法 所以它切完之后 它返回来会是一个文字 可是文字的话 这上一般讲到 所以Clean的结果 你会发现 有一个地方可能要特别小心 它得到的就是这个中瓜阿虎 把它稍微放大一下 Ctrl加一下 没有 它就帮我把这个结果 Print出来放这里 然后它得到的就是中瓜阿虎 前后你会发现 它就是 第一个资料切开来就放一个 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而且 因为是Split的一个方法 所以它得到的 它是一个字串的方法 所以它得到的会是一个文字 那如果是文字的话 你想说老师那将来要加总的话 怎么办 很抱歉 加总没办法 只有数字才能加总吧 你文字的话怎么不行 所以 后面的话假设 这个 我要跟什么 跟底下的东西衔接 所以如果跟底下衔接的话 那理论上 下面这个程式 我说Ctrl1 把它拿掉 那其实我就可以把上面这几行 从那个Split等于空的串列 一直到输入 一直到Print 这个其实就不需要了 所以把它Ctrl1 我先把它注解掉好了 这样看会 不然你把它删掉也可以啦 如果你觉得OK了 删掉 不需要它了 那再来的话当然 你现在如果是直接把它Print出来 当然 几位应该OK 因为几位的话 几个学生这个应该OK 但是总分跟平均应该不合 所以执行的话你会发现 它会算出共有几位学生 这个应该OK 因为里面的话应该有11个啦 OK L1应该OK 但是呢 如果你要计算的话 它跟讲说 这个Total这个地方 它出错了 哪个地方 这个Sum的这个 这个函数 它没有办法帮你做什么 做加总 那主要原因当然刚刚有讲了 因为你文字是不行 做加总的 所以我们如果要加总的话 需要想个办法 把这个地方怎么样 转型一下 转型当然之前讲过 老师那很简单 如果都整数的话 外面不是包一个RNT不就好了 你想说 很简单 我这边加个RNT 把它转一下 有没有 当然加个RNT应该还记得吧 就是转换成整数 里面都整数 OK 好 那如果里面有小数点就用EVO OK 那可是问题来了 这样EVO OK呢 其实直觉上好像OK 但是执行之后你会发现一个问题 它还是错 当然错的形态是说跟你讲说RNT这个地方 它说你这个Argument 你的这个参数 必须是一个String 可是你现在给我是多个 底下就是说你应该只能有一个 一个字串 我才能帮你转 可是你现在给我是一串 有11个我没办法帮你转 所以也就是说这个地方 假如你要转型的话 你必须要怎么样把这个串列里面的资料一个一个的先读出来 然后转型之后再存回去 这样才OK哦 所以应该可以懂的意思吧 因为前面RNT跟String跟Fort都是一个东西 只能放一个资料 现在被执事放一堆11个好了 OK 那如果说你假设要转型的话 你变成说你要转 你就变成你要转11次 那转的话你变成说 你必须先把这个串列里面的这个资料 先把它读出来 然后让它转型完之后 再让它写回去 所以哦 要怎么样可以读出来 再写回去这件事情 OK 那请各位先 先把这个部分先OK一下 那待会我们再来看 刚刚讲的这个部分 画面先还给各位 所以如果你有这个概念 而且你做得到 以后应该就简单了 那前面的变数 应该比较单纯 就只有一个资料 那未来当然不可能说一个资料你放 如果假设你今天是从那个档案啊 或资料库啦 或者是网路上面来的资料 绝对都不会只有一个东西啦 哪可能那么单纯 一定是一堆东西 那一堆东西 又是Big Data嘛 它一定是一堆很大的东西 那你要塞哪里 那你就要塞到 这个串列里面 你会发现串列这个资料形态 如果以那个重要性来看 应该是Python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资料形态 这个概念有点像是以色尔里面的那个什么 有没有 除尘格啊 有没有 一样嘛 你如果以色尔里面没有这个除尘格的话 那你知不知道到底要放哪里 那这个串列的角色有点类似像我刚刚讲的 OK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 读档的话是第四页啦 就刚刚我秀的这四行 这四行就在这里 然后 如果你上个礼拜没存好档的话 你可以先拿这边先复制贴一下好了 然后呢 记得一定要在公共屋底下 先增加一个eng.tst 如果你没有这个档案 那当然一定读不到啦 OK 记得是相对路径 一样嘛 你就存在 因为Mac也是一样 你就存在你的专案 你这个Python的路径底下就好了 那我直接存一个什么档的Mac 你副档一个点tl 我好像没有TSD 没有TSD 有啊 TSD 用哪一个 就 你 因为Mac